她愛你 Mr. Carl 走出監獄外高舉勝利右手 美國影集天才老爹 83歲前喜劇演員比爾扣斯比 被指控以藥物迷捷 女性友人關押近三年 全案在美國時間6月30日 被翻盤逆轉無罪 他也被即可釋放 他跟他的警察同意 我們期待會聽到 天才老爹 康斯比2004年遭指控在家中 對女性友人性侵 之後醜聞如滾雪球越滾越大 他2018年被定罪 判刑入獄三到十年 康斯比團隊持續上訴 賓州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表示 檢察官違反正當起訴程序 觸犯康斯比公平審判權利 因此他必須獲釋 在教授美國一罪不熱审規定 康斯比今後將不會再因同一項指控被起訴 這一仗檢察官輸得徹底 康斯比獲釋 MeToo支持者 就立刻守候在他住處外抗議 受害者康斯登發出聲明 對無罪判決表達失望 表示這將讓性侵受害者 不敢出面為自己討公道 也讓美國揭發MeToo的勝利 以成非淪為一場泡影 TVBS新聞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